嗨,大家好,我是苏森,欢迎来到Garden36新西兰生活频道 当我们一好苗,植物的新的枝叶都长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追肥 到底什么时候追,追多少,怎么追 这个问题呢,也曾经困扰过我 后来呢,我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呢,把追肥给解化了 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追肥的 我追肥用的肥料可以分为固体和液体两种 固体肥,夏天我一定要买一包血骨粉,它是磷肥 我们种的瓜果和根茎类的蔬菜呢,都需要它 如果大家会用虾壳或者骨头来做磷肥的话呢,那就不需要买了 第二种我在夏天一定要用到的呢,就是蟹盐,也叫硫酸美 大家在卖肥料的地方呢,都可以买得到 我最主要用它来改善植物的黄叶,稍后有详细的介绍 我们有了磷肥,血骨粉,还需要一包钾肥,硫酸钾 这样呢,我们的磷钾肥就全了 这一大包呢,就是我们平时常用的,用来做底肥或者追肥的羊分 我这一包呢,是羊分和鸡分的混合颗粒 液体肥呢,就是我们平时自己做的各种各样的有机液态肥 这一瓶呢,是我为了介绍更快,直接把线盐化在水里 然后直接浇灌就可以了 这些呢,就是我们平时做的酵素液态肥,还有香蕉皮肥 在夏天呢,我会用很多的香蕉皮肥和海藻肥 因为它们里面含的钾元素呢,对结果类的蔬菜非常重要 在冬天呢,我就把香蕉皮和其他的厨余一起堆肥 就不分开另外做了 我买的这包硫酸钾呢,它是高效的钾肥 钾含量高达41 如果大家不买也没关系,可以在家里多做一些香蕉皮肥 下面就让我详细的介绍一下 我在追肥的时候是怎样用这些肥料的 这是一颗韩国的绿色西葫芦 我们可以看见第一朵雌花已经出现了 今天呢,我就要给它进行第一次追肥 大家可以看到,由于下雨浇水 我小菜框里的土呢,已经有些下沉了 那趁着这次追肥的机会,正好可以加一些土 在这个开花结果的阶段呢 我就加一些磷肥,还有高效的钾肥 这些都是有机肥,而且里面都添加了新西兰当地的海藻 我每隔一个月左右呢,都要给这些开花结果的植物加一次肥 所以每次呢,我的用量并不多 像这两种肥呢,每种肥我只用一小把 我们避开根部,撒在周围,然后盖上土浇透水就可以了 黄瓜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肥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们是刚刚开始学习种菜 我们追肥呢,很容易就追多了 不管是菜苗长得太小或者是长得太慢 我们都会觉得是由于肥太少而引起的 所以呢,时不时的就会加点肥 这样呢,就很难掌握好量 可能上个星期刚刚加过,这个星期又忘了,又给它加了点 这样就很容易让我们的菜苗由于肥料加的太多而停止生长 或者呢,干脆阵亡了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后来我就决定每周五我会给我菜园里的菜统一施肥 固体肥我会是每四周加一次 轮到施固体肥的那个星期五呢 我会在小菜园里转一圈 看一看哪些植物缺肥了,缺什么肥,加多少 我都会在这一天完成 其他的星期五呢,我就会施液态肥 有的时候呢,做液面喷洒,有的时候浇灌 这个方法呢,能够让我很好的控制施肥的量 如果你也是像我以前一样 总是忍不住时不时的就要加一点肥 而且加完了之后呢,总是忘记什么时候加的 那您就不妨试试这个方法,选择一天统一加肥 至少呢,它不会让你的菜苗由于肥加的太多而死亡 接下去就轮到要给我的辣椒追肥了 我们在辣椒苗的上下左右四个方向 沿着叶子的滴水线垂直向下挖一个小坑 在移苗的时候,我已经加过血骨粉了 现在看起来辣椒苗的长势还不错 也不像缺磷肥的样子 所以呢,我这次就加一些羊粪和香蕉皮肥 辣椒是浅根系作物,它的根很容易受伤 这次追肥之后呢,它根部的土我就不会轻易再去动它了 下次在追肥的时候呢,我会把固态肥直接化在水里 直接浇灌就可以了 接下去我们就给绿叶菜上点酵素液态肥 我这个液态肥是从波卡系统里直接接出来的 没有加过水,是除于自身带的水分 所以呢,浓度就比较高 对于健康的植株,1比100系式就可以了 如果是生病的植株呢,我们可以浓度稍微再高一点 今天呢,是为了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所以在同一天,试了固体肥和液体肥 平时呢,我就像前面介绍的那样 四个星期之中呢,只有一个星期五是施固体肥的 其他时间呢,都是施液体肥 下面我就以这颗小雀瓜为例 向大家介绍一下怎样用蟹盐 蟹盐有助于液绿素的产生 能够帮助植物更好的进行光合作用 用过蟹盐的番茄,叶子更绿,颜色更深 如果我们发现植物的叶子发黄了呢 就可以适当地用一些蟹盐 一种方法是直接这样撒在土壤的表面 然后浇透水 如果大家想要见效更快 就可以这样把蟹盐直接融化在水里直接浇灌 或者呢,喷洒叶面 每年我的番茄,辣椒,还有各种瓜类呢 我都会适当地用一些蟹盐 它不但可以预防植物的叶子发黄 而且硫酸鎂呢,还可以提高植物产生果实的能力 顺便提一下 这个盘子下面呢,我埋了一些鱼肠 为了防止鸟来刨呢 我上面就压了一个重物 鸟或者是猫不来刨呢 苍蝇自然就少了 而且呢,也没有臭味 这个方法能够让你的小菜园保持整洁 我今天的这些分享呢 希望对大家的追肥能有一些帮助 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 非常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